嗨,大家好,我是威士李 这边我要介绍跟记录 在台湾的国民饮料 中介绍的是可口可乐所推出来的 星河漫步跟浑镜可乐 特别版的 330ml的鱼罐包装 我们可以看到,在桌面上面 有这两款非常特别的 Liro版的可口可乐,它有一个瓶子包装 左手边这一瓶是2021年 所出版的星河漫步可乐 右边这一瓶是 2022年出版的浑镜可乐 这两个可乐都是Liro无汤可乐 这两个口味 当时我是在Seven统一超商 跟全家便利商店所看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星河漫步可乐 这个瓶罐背景设计 整个就是有这种满天星空的感觉 还有这种星河浩瀚 这样一个情境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瓶装 封面的部分 这边也有相关的 英文的标题字 像这个Starlight 然后还有可口可乐 Liro相关的标题 那背景颜色 好像是淡紫色 那这边还有相关可口可乐 它的一个标章 那后面就是 满天星空 那这是它的一个瓶装封面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它还有它的一个热量标示 那它的热量是0 因为它是无糖可乐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后面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品名跟成分 那它的品名就是可口可乐 星河漫步可乐 成分的话呢就是碳酸水 香料 胡萝卜籍 黑糖素 萃取物 然后磷酸 焦糖色素 阿斯巴田甜味剂 还有这个 甲本酸钠 防腐剂 柠檬酸钠 咖啡因 等等这些东西 那它的营养标示部分呢 它每分是330毫升 糖含量是0公克 可以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它是由这个太古科可乐公司所出品的 那其他相关资讯呢 它有这个二维条码 产品售价 新台币三述原整 这些相关的内容呢 大家再看一下 上面这文字的描述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瓶子的上方 然后呢 这瓶子的下方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星河漫步 Lilo可乐 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混淨可乐 那这混淨可乐的包装呢 看起来是蛮特别的 那可以看到呢 它这边还有一个这样一个人物 那它好像甩了一个火焰的感觉 那这个人物呢 跟我以前在玩那个 格陋巡王里面呢 有个叫草至金 这样一个角色 那它常常会甩一个这个火焰出来 所以我觉得包装上面这个人物呢 跟它还蛮像的 OK 那你可以看到 好那上面这边还有这个 可口可乐跟Lilo Sugar 这些相关的这个标题字的部分 OK 好那这次它有一个瓶装封面的部分 这边有它的一个热量参考部分 它是零热量 因为它是无糖的 OK 这是瓶罐的封面 它的一个品名跟成分 那品名的话就是混淨可乐 那成分来讲的话呢 里面有这个碳酸水 焦糖色素 磷酸 还有香料 甲本酸钠 防腐剂跟 阿斯巴田甜味剂 还有柠檬酸钠 咖啡因等等 这些东西 好那它是由太古可口可乐公司所出品的 OK那其他这些相关的这个资讯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好 这瓶装上面的描述文字 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瓶子的上方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是瓶子下方的部分 OK 好那这是我们这个魂情境可乐 好那这里我们就会大家介绍 我们带回来这两款 星河漫步跟魂情境的 尼罗可口可乐到这边 那我是威斯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